第二題為了令你掌握怎樣用計數機之後幫你運算 它只不過是練習你懂不懂用計數機 所以就不難的 不過在你用計數機找數值之前 就希望你再用剛才的參照方式 去大概猜它是介乎哪兩個數字之間 即是甚麼意思呢? 例如第二題 目標就是要找Log4.2 即是我們現在要找的是Log4.2 那你就想想4.2到底在我們數字裡甚麼位置呢? 那有幾個10的指數呢? 我們是可以直接知道數值的 例如是甚麼呢? 10的0次方 10的1次方 10的2次方 10的3次方 分別就是 1 10 100 1000 那就是女人 我們現在就嘗試去找 我們目標4.2 到底是介乎哪些數值的中間 很明顯是1到10 所以 4.2 我們猜測它應該是10的 不知道0點幾次方 那就是1 那就是應該是 計算是 在 0至1中間的數值 那你就拿你的計算機出來做 那 哦 計算機回來了 那 你就先按了這個鍵 Log 然後按4.2 然後按等號就完成了 那你按完數 就算是0.62324929 下面還有 那這個符合我們預期 因為我們說應該是介乎0到1中間 對吧 那但是你會說 哦 4.2好像小於5 但是這個又大於0.5 好像多一半 那 那是正常的 因為實際上 如果你用一個圖表來表達 那 那個 Y是等於10的X 這個指數 是升得很快的 是越升越快的 那 所以你一開始還是0的時候 這裡是1 那 那 如果你在這裡找4.2 就是略低那一半 那你會發現 其實它要很近1 它才能做到 所以 情況就是這樣 不過還是那句 這個圖表你不明白是不要緊的 最重要 你可以猜到它是介乎哪兩個數 中間 還有你可以按到機 那 那就繼續了 繼續下去 那就看看第三題 第三題 Lock的178 同樣道理 我以目標就是找到 Lock的10 多少次方是178 10的多少次方 所以我們就在表裡找一找 178應該是大於100 小於1000 所以我們在說的位置 應該是178在這裡 應該是10的2多些 小於3 那就是2點不知多少次方 2點問好次方 所以我們的股 應該是在2至3中間 我們就按機 看看我們的數值 準不準確 按Lock 178 然後就等號 我們就算是2.2 504 2000 2002 那也是那句 符合我們目標 因為他應該是大於2 小於3 對嗎 他是2.2多次方 希望你對於對數 這個定義有些理解 之後的含有對數的運算 做熟了也是一樣 對於對數的